各位听众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Nits Radio 各位朋友 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 我是杨明 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眼前 期许未来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又回到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今天来到会客室当中的来宾 是教育部国家讲座主持人 同时是清华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很荣幸邀请到他为各位介绍马正基教授 马老师你好 陈小姐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各位听众朋友 你们听到我今天的这个录音的声音 听起来这个背景的空间音比较大 可能就猜到了 我今天人没有在录音室里面 我一样来到这个马教授他指定的地点访问 不过先跟各位讲个有趣的事情 我想所有的老师们可能都碰到同样的情况 那就是我今天在那个跟马教授录节目之前 我们花了一小时在聊在聊天 聊什么呢 原来啊因为这个我们的同事佩芬 各位你也知道就是漫步展览会的主持人 他跟马教授 他是马教授的太太的学生 所以我们刚刚前来前去的才发觉 哇教授好多子弟兵 不只现在在这一个在各行各业 甚至现在在许多的专业领域 甚至是执政当局 有许多都是马教授的子弟兵 燃煤火力发电在台湾温检法 今年通过并且已经具体的定出 减碳目标之后 他有什么样的退场的整体规划吗 有机会转成大家以及国际都在倡导的火力发电 但是不燃煤是燃气 有机会吗 还是说不转又有什么困难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能源局的副局长吴玉珍 他的发言这一段发言是这个截取自 他在台大社科院风险政策中心 在八月一号所办的空污与能源转型的论坛 上面的直接发言 现代燃煤如果也不运转 也就是整个全部进烧了 106年其实整个备用容量率是-34.7 大家都希望再生能源 但是大家都叫太阳跟太阳的发电 它占14%装置容量 风力从陆域到海率是28%到38% 我们缺的是积杂 再生能源我们努力去做 因为希望它是自主性的 但是我们缺的是积杂 也就是24小时能够发电的 24小时能够发电热闲是核能是没 当然你也考虑说是把天然气 我们拿来替代 但是天然气我们靠不爱进口 我觉得贵还不是问题 是从能源安全的角度 你全部靠进口的话 我们自己的安全存量就7到14天 夏季的时候甚至只有到5点几天 那么地热大家都在想 是不是变积材呢 在听完能源局的副局长吴玉珍的发言之后 我们接下来来请教这个 许多能源专书的著作者 清大化工系的能源教授 马正基马老师 他怎么样看这件事 事实上燃煤是非常早的一种 人类用来无论是能源 照明或是生活上的 可是科技发展到一个阶段就是 不要直接从生煤 而是把生煤变成LPG 或者把它装干净的 因为我们晓得煤 它本身含有的瘤 本身含有很多的这些物质 并不是非常适合人类 那比如像我们晓得中国大陆 它现在生煤对它造成的空气污染等等 很大的问题 非常大的问题 大家去过北京都没能够体会的 澳洲生煤南煤 早期他们也用这个为主 二三十年前我去澳洲 他们就开始把煤叫做 一个就是把煤净化 把它的流分把它的减少 第二个就是把煤去气化 我们叫做Core gasification 就变成气化的这个 这个是一个时代的趋势 在技术上绝对可行 那当然它的价格会比较高一点 可是我们晓得我们一定要pay the price 我们要干净的 我们要安全的 我们要付上这个代价 您刚才谈到是介于LPG跟生煤中间的一种产物吗 没有 事实上煤我们可以把它气化 也变成一个 那LPG事实上我们也是可以从这边来 所以LPG并不是不安全 LPG可以是更安全 另外一个就是对环保更好 还有最重要就是它的效能更高 这个是过去 那么已经证明了 你南煤不论是哪一级的煤 印尼的煤 澳洲的煤 大陆的煤 其他各国的煤 生煤 各种的煤没有经过处理 它的燃脂是低的 经过把它LPG或者是Core Gatification 它的燃烧值 我们讲它的热值会更高的 所以政府跟民间 大家应该是共同努力 为了未来的发展 LPG是应该要大家努力共同的方向 好 那中部六线是因为他们饱受了 燃烧生煤或是燃煤火力发电造成的问题 是 这个是大家已经有一个共识 这是我们必须来走的一个方向 是 有困难没有错 但是如果我们不跨出另外一个步骤的话 我们可能有问题 我记得50年前60年前 可能有一些长辈都还记得 以前我们是烧煤球 那可能会说那为什么从煤球变成 现在每一个家庭有这些天然气 这不就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吗 我们不要去烧煤球 我小时候是烧木 这个去烧财 去烧一些这个 所以我们应该政府的单位 有一个比较前瞻性 同时也顺利民意 去往LPG这个来做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您担任您同时 您除了在学研界 就是致力于谈到许多 去研究许多趋势性的 国际性的这一种大潮流 在这个可能比较合适的人类发展的 正确方向之外 您同时也在这个我们国家 也就是说几个部会 您同时都在里面就是担任审查委员 比如说经济部 所以我有一点蛮好奇的 就是说您刚才谈到说 这个所谓的LPG要来取代燃煤 这个是正确的方向 那需要大家携手来努力 是的 我想请教说 有几个关键点在这里 第一个是硬体 第二个是就是风土民情软体的部分 第一个硬体的部分 我们常常谈到说 电这一件事情呢 它有包含了几个关键的步骤 包含了它的产生的模式 活力发电啊 或者什么风力发电 第二个是包含储存的模式 第三个也很关键 是大家现在常常在提 叫做输配 也就是有时候分配调度 有时候大家会听到什么 智慧城市 智慧电网 您觉得我们在硬体的这个发展的模式 其实大家都很期待 因为这件事情是必须大大仰赖政府 有时候民间能做的有点有限 对的硬 那政府目前推动的效率 以您长时间在看他们的整体的效能 您觉得呢 是这样子 其实电的产生 电的储存 电的分配 还有电的整个的分布 我们叫做电网 这个应该是政府规划 然后产生电的各个电厂 应该是投入 然后应该去看 或者是深入的去了解 我们整个用电的分布 跟用电的需求 还有电的产生的 它的尖峰跟离峰 不太一样 好 这另外一个刚刚你也提到了 过去大家都认为 如何来产生电 可是大家没有去注意 就是说怎么样来除电 我们叫做除能 比如像大家都注意 有没有水 有没有水库 但是呢 大家没有去注意 你这个水库 能够储存多少的电 好 比如像轰利花的 很多人讲 台湾的冬天 这个风很大 产生很多电 可是那个电 就超过了我们所需要的 可是现在大家一个观念 这些产生的电 如何把它储存起来 还有像清华 我建了六座的 中小型风力花电 是是是 在大学校园内吗 在校园里面 在清华我们有 三百瓦的 我有六座 是是是 那么那一个呢 很多人说你盖了那个 有什么用 我说好 我白天有太阳能 有风力 我就放储存在我的电池里面 晚上或者夏天 我这个电 我就可以使用了 那这个呢 我也一直在呼吁 我们不要迷失在台湾 就要盖大型的风力花电 其实我们在偏远地区 在一些山区那边 中小型的风力花电 我们就把它呢 再加上太阳能 就变成风光互补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风光互补 然后再加上电池续电 是OK 所以我是以风力来讲 太阳能也是一样 是 太阳能呢 在世界上我们的趋势 烧量顶尖啊 对 顶尖的 我们都销出去 但是呢 我们自己使用的并不多 是 我举一个例子 台湾中小风机的量 在世界上在前级 可是各位很少看到 中小型的风机 风力发电机 在山区 在校园 在隔离 为什么 因为政府不支持 对 但是大型的风力发电机 8月这个8号9号 在高美势力 倒到7座 是 5亿走掉了 就泡汤了 其实风力发电 台湾绝对可以发展 无论是大型 小型 包括叶片 包括发电 包括控制 是 这些我们台湾都有 是 那是怎么样去做 是 我举两个例子 有一次我到 内蒙古的乌尔浩特 那里风一定很大的 结果在乌尔浩特 试的要进去之前 大概两边各有 一两百座 加起来大概四百座左右 是 风力发电机是哪里 台湾去的 我好惊讶 风光互补 他们一看到 我说 你们台湾做得太好了 我还跑了 一天跑了 大概将近八百公里 是 来一回 花了十几个小时 跑到很多培养地区 是 他们蛮有趣的 蒙古包呢 里面的店哪里来的 他们店哪里来 他们还有 他们已经不用 这个牧羊犬了 他们用摩托车 大陆他现在是这样 给他们 油物民主 给他们 商店 电视 这个维波炉 破发电的 另外一个是照明的 是 那我说 你有这个 怎么来 他们给他们 蒙古包 给他们一座 中小型的 风力发电机 是 是 你蒙古包要走 就带着这个就走了 是 是 所以我去了 我吓一跳 我说 你们蒙古包 你们怎么发电 他笑的时候 就是用你们台湾的 这种 中小风力发电 是 我一定有风 要不然就有太阳 是 那这样子下来 我解决了我的 这一个 煮饭的 这一些 这个电力 是 我有照明 是 然后我有 这一个 另外的视讯 是 我要这个 看电视 我要什么 我都有这些 是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 是 所以就回到了 风 绝对台湾 从风机 从 这一些的 太阳能 我们绝对有 还有台湾 是世界最好的 五大风场之一 风场是 我们的天然环境 我们的风 台湾海峡 这一带 我明白了 从桃园 一直到 这一个 麦寮 是 这一带的风 是世界上最好的 风场之一 是 另外一个地方 包括澎湖 是 所谓好的风场就是 每一年有 包括两百天 有很好的 风的 这个风量 是 所以台湾 事实上就是一个 很好的 所以政府应该 好好的规划 是 那另外呢 包括我讲的 我们这些风啊 这些太阳能 怎么样把它储存起来 是 所以呢 我们在2011年就举办了在清华大学 那时候我们就叫能源的储存 是 能源的储存技术呢 现在在中国大陆 加拿大 澳洲 美国都很成熟 是 甚至包括日本也开始加进来 他们觉得我们过去都是觉得应该要 发电 应该要产生能源 可是我们要好好把这些能源储存起来 就离风的 是 这个店 是 跟监风的店 是 我们把它在水库里面 是 随时可以维持 是 所以这个是绝对可行 呃 我好奇的地方是这样 我先回应 刚刚马老师您谈到了 其实我曾经访问过这个曹启宏县长 他之前在屏东县担任县长的时候 因为各位如果你生活在都会区 你恐怕很难体会 台湾同样就是小小的这一个宝岛上面 但是其实有这个南部 甚至东部的许多民众 常常饱受台风天 一定会停水停电之苦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地势比较高 有时候停了电呢 水就打不上去了 因为水是要靠这个水的加压仗 是要靠电力的 所以他当时就一再的强调说 其实这个 全世界的趋势就如刚刚马老师所强调的 常常是这种发电趋势 常常从已经从大电厂概念走向小而分散的 这一个这个各自有发电系统 储电系统这样的模式 所以他也在他们屏东县要推这件事来因应 可能每年暑假都难以避免的这样台风计 他为了这样子也做了一些事情 那我也听到就是说这个来自云林嘉义 特别事实上是云林哦 因为大家过去的概念就是烟囱下的云林 为什么呢 因为那里有这一个六情 现在云林县政府也努力在推 云林好风光 也就是风力发电跟太阳光电发电 可是我回头来讲 就是说我刚刚特别想要请教马教授的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能够邀请到马教授 实在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原因是因为过去您常常听我谈到的 都是邀请社会科学界或公共卫生界的教授 但是他们往往是从代际伦理 就是我们是不是消费下一代的环境 永续发展或者是公共卫生 健康风险这些来谈 但我们今天是直接谈到 就是这一种请到化工领域的专家来 就是直接谈到到底这个经济部 还有能源局告诉我们大家的许多说法 在专家眼中是怎么看的呢 因为各位知道在台湾或是甚至在大陆 有许多能源专书 大学的能源用的教科书 都是由马教授编著的 所以我回头来请教马教授 这样我听起来 因为目前台湾作为机载 也就是说机载就是24小时都能够供电的 是核能还有燃煤的火力发电这两种模式 我想请教的是说 这样听起来使用LPG来气带 成为一个可用的机载24小时供应 并不是难处 但是难处只是在于我们做或不做而已 因为我们有技术 那这种发电模式也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只是我们做或不做 为什么不做 这是我想请教的 是的 我想政府的官员 因为国家的他们所谓的政策上要一贯 所以有时候要改变可能他们认为困难 但是以我们从事能源化工或是技术相关的 我们觉得并不是那样的困难 也就是思维要把它换宽一点 而且不要所谓很stubble 就是说你一定执着 世界上没有所谓绝对的 只是相对的 所谓相对就是说 我现在所使用的 就像我想五六十年球我们用煤球 那为什么现在已经都消失变成 就是一个思维 我们要赶快来使用各种最有效的 最经济的 最环保的 最安全的 OK 刚刚提到LPG是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我7月19号到哥本哈根 是 北欧 北欧在丹麦 我一打开窗户 给我吓一跳 旅馆的不远 整排的轰利花点 是 然后呢 我7月23 我去北欧六个国家 从丹麦 德国 爱沙尼亚 然后去 圣彼得宝 然后赫兴基 斯德格尔摩 蛮有趣 因为我是搭游轮 是 我每到一个地方 特别每到一个港口 没有一个例外 外面都是风力花点 甚至我到城市里面去看 也是风光互补 他们用那样能 就太阳能并不是特别 太阳不是特别强烈的 是 他们还用太阳能 是 我看了很多 事实上可能是台湾过去的 是 那么那个概念它是 他们愿意 大家在谈德国 我到布莱梅港 四年前 我们国家型能源计划的几个教授 我们去德国布莱梅港 布莱梅港 本来是以汽车 钢铁等等 它现在把它改成 风力发电机的一个集中地 在那边盖了很多风力发电 德国他们宣誓 我们绝对以清洁能源为主 所以他们的国会 民意代表跟政府 大家坐下来 我们德国要怎么做 当然化国也有化国的做法 可是我想台湾我们 其实我一直觉得 台湾的民众是可以教育的 是 台湾的民意代表 也可以给他们教导 是 我举一个例子 世界最好的捷印在哪里 在台湾 台北吗 你看台北 做捷印 没有一个人敢吃东西 没有敢敢 台湾可以做到这么世界 我经常外国朋友 甚至大陆的朋友来 我一定要带他们做捷印 他们坐下来跟我讲说 无论是纽约 巴黎 东京 你会看到我们台湾做得非常好 好 回到这里 回到我们的重点 能源应该不是大家的立场相对立的 应该来谈论一个 台湾的 所谓安全的能源 干净的能源 可以永续发展的能源 没有绝对的一项 可以相对的 OK 所谓相对的就是 我们讨论它的能源效率 讨论它的经济效应 讨论它的环保的一个问题 讨论它的永续 台湾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绝对有 我刚刚讲 台湾有世界最好的风场 五大风场 台湾尤其在中南部 有很好的贪能 我们的日照非常长 没错 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地思考 然后台湾过去进口相当多的煤 这些深煤带来的问题几十年了 我们好好地思考 我们能不能改变 没有 我刚刚一直讲 没有绝对一定要用什么 而是说 进到一个怎么样的时代 相对我们要用什么最好 过去大家对高速公路 觉得高速公路双向不是够了吗 如果我们当初能够用视线的 现在不是多好 当初很多人反对高铁 现在没有高铁 我想大家也觉得非常不方便 台北那时候盖捷印也有很多人 所以我们不要为了自己的意见 而反对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应该了解世界的趋势 应该了解怎么样是最适合台湾的 OK 所以LPG是一个该走的一个方向 一些考虑 一些顾虑 我们怎么样来把它解决它的问题 一些余力 然后我们共同来携手 解决这些问题 而不是又产生了一个对立 我想在能源的问题 没有什么色彩的问题 也没有谁绝对会获利 而是应该造成人民政府 或者是业界 大家三营或四营的这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是 我们应该好好冷静下来思考 我们每一样的再生能源 捷径的能源 有哪一些是我们一起可以来发展 OK 潮汐的发电 有没有可能不排除 我们未来的很多可能的这些再生能源 我们应该是来思索 never say never 从不要说这个不可能 没有说绝对不可能 所以这可能是我们应该有一个胸襟 就是我们应该来接纳该怎么来做 有些人喜欢吃鲜的 有人喜欢吃甜的 那没有说那个理由 你一定要排斥北连 我们可能共同来思想 什么对台湾最有利 这才是我们很正 一个健康 非常正确该走的方向 没有对立的问题 而是互相来讨论 什么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的是 从这种大而集中的这种模式 渐渐的走往一个就是小而分散的这个发电的模式 那在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问题 其实马教授刚刚都逐一的为各位听众来解答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小而集中的发电模式 其实往往可以仰赖风光互补 风力跟太阳能光电 而在台湾的自然条件 也就是风够不够长够不够大 太阳能的这个太阳日照术够不够多 马教授都说够啊 这个是自然条件 而另外第二方面叫做人为技术力 我们的东西都销到国外了 大家都就是都购买 都不断的在购买 代表有一定的技术的水准了 所以现在不做呢 其实我看啊还真的是 可能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要回到公共政策的层面 我再请教教授一件事 您在这个看许多经济部 工业局 能源局的案子的时候 您觉得电 然后同时您又透过许多 这个第三部门在接 还有您在学界 接触到不论是学研界 或者社会普罗大众啊 我要请教的是 电价是没得讨论的吗 台湾人民是只要那一个后 只要那一个人涨电价 我就不给他当选吗 现在还是这样嘛 因为电价这里面到底原料花多少钱 另外的这一种原料又花多少钱 这个到底能不能公开啊 一直不公开 这个不能讨论吗 我想这个是绝对可以公开的 我举一个例子 在离岛用柴油花电 你晓得一度电要多少成本 用柴油花电 会是多的 好 我们先讲 这一些离岛 在澎湖外面有100多个岛 是 这些离岛花电用柴油花电 他交电费大概还是两三块多 那跟我们在本岛一样 好 用柴油花电 一度电要13块多 那现在的火力发电呢 本岛的发电 一度电是多少钱 一度大概两块多 三块钱 是是是 差好多 但是柴油花电非常贵 非常贵 我就是那时候一直推 我也跟到澎湖 互染又很多 我也到澎湖去了 是 我跟他讲 其实你100多个小岛 你用中小型的风力发电 是 哇 正好 是 然后一做 这个小型风力发电 一二十万而已 是 然后你的发电 你要300瓦 600瓦 1000瓦 或几千瓦 台湾这个可以做的很多 然后又包括太阳能 然后包括蓄电池 你可以这个小岛 可以装多少 甚至我很想呢 监一些给这些离岛的 小学啦 或什么 让他们来用 那 中小风机发电的成本 大概是三四块钱 那为什么不把这些离岛 先把它普遍化 您说一度电三四块钱 不贵啊 跟新东西一模一样啊 差不多啊 对 那另外我还 其实我还有一个dream就是 台东 花莲 甚至屏东 很多偏远的 我们的这些很可爱的 原住民的朋友们 是 他们 以我们新竹来讲 尖石 哦 新竹包山包海 每次遇台风 尖石巷啊 我们在 在南辽那边也设了几座轰利发电 是是是 我很希望就是说到那边去 他们有轰利发电 然后风光互补就储存在电池里面 是 你一遇到台风 遇到下雨 遇到什么 我们有储存的电 是是是是 足够你撑三五天 是 不会说长期的 最近我看 乌来山区 哦 对啊 也没有电 也没有什么 那你要联络 所以那边如果能够架设 中小型风力发电 是是是 你可以帮助他们 是 就可以至少我要联络 是 我有电 是 我至少呢 有可以 微波炉也好 又什么呢 至少可以撑个几天 是 那么那一些电 就可以 所以呢 刚刚提到的电价的问题 就是 应该你可以公开 比如像我讲 柴油发电 是 都贵 是 然后其他离岛的发电 那更贵 那你 那个地方刚好是 中小风机可以发挥的 是是是 像澎湖 他们现在有八座 六千千瓦的 嗯 那那个可以提供 所以澎湖他们现在成立 风电公司 是 因为他们晓得那边 有很好的一个 是 但是我一直跟他们讲 接下来你们要储存 这些电 是 冬天跟夏天不太一样 是 夏天也许不太过 是 但是你那个能源储存下来 那么冬天花了太多的电 夏天刚好可以来 等于水库里面那些水 可以用 是是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鼓吹 金门也是一样 那台湾现况储存能源的东西 还没有 是完全没有吗 还是 都还没有 连一座都没有 连老师营民营的都没有 都还没有 哇塞 本来金门要设 澎湖也要设 对啊 离岛正需要这些东西的 那因为换了人 就换了政策 我前天 在台南遇到 沈世宏以前 环保署长 那时候我们就是积极上在金门 是 弄几座 金门那边的一个储能的 就换了人 政策 然后整个都没有了 是 所以其实我刚刚讲的 一个很重要观念就是 我们不要 不要非常狭窄 我们应该是 这些国家的政策 这些国家的这些重要的 一些要讨论的事情 应该大家撇开各种的意识形态 是 我是为了这个国家 未来的永续发展 是 还有为了国家 整个的经济发展 是 环境的保护 是 大家一起来讨论 是 这才是一个很健康 而且是一个非常真正的民主 是 所谓民主不是说水喊大声就 而是我们有这个技术的背景 当做基础 是 我们有法源 我们有各项 大家一起来讨论 所以我刚刚就讲 没有所谓绝对的 也没有说绝对一定要怎么样的 那马老师 你把这些话跟中央的官员讲的时候 他们给您的回应 具体来说是什么 其实我们有国家很多的这一个 什么国家型计划 有哪一些 对啊 甚至 可是中央远远落后于地方 好多地方都在发展光电这两件事 风光这两件事 不晓得因为他们经常坐在办公室没有出去 还是像我一天到晚啪啪照 从金门 澎湖 到处我都去看 台湾有很多好的条件 不要关在办公室说这个不可能 那个也不可能 应该是说 那些不可能我们总要变成可能 是 我到世界各地去 很多的 我说我到乌鲁木齐 到哪里看到的 内蒙古的这些 台湾去的啊 那台湾自己不用 那这个就是政府对 中小风机总是一个觉得 那个没有很大的产业 所以三十几家公司 现在倒掉剩下大概个位数 您说 我们的风机 从三十几家这么多 倒到现在只是它个位数 个位数 天啊 然后还在古城 然后他们都跑到外面去装 对啊 都接国外的胆子了 国内都要大的 欧洲 欧洲 日本 是 那个美国 是 这些的 中国大陆 是 所以我是觉得 一个风能的 能源的产业 跟能源机械的产业 一样 光 太阳能产业 跟太阳能设备的产业 是 其实可以并行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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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你了解吗 我了解 我回应老师一件事情 因为您刚刚谈到 就是大家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 绿色能源 干净能源 发展这件事呢 是危害经济的 您刚刚讲了一个例子 这真的是太典型的例子 您谈到德国 德国呢 您谈到它有一个城市 其实是钢铁重镇 不来美港 后来变成了 在产生 对 这个干净能源的一个 主要的输出的地方 对 所以说 减碳 还真是很好生意呢 德国现在是欧盟里面经济最衰败的吗 不是 是最好的 反而是龙头 对 我 减碳是很好生意 7月21号我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是 遇到西门子 西门子做轰利发电 是 我跟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 国际有名 西门子跟我讲说 他们公司轰利发电的叶片跟机组 是西门子最赚钱的一个单位 是 世界各国都找他们 是 所以他跟我讲说我们根本不担心轰利发电的 所以我刚刚讲我在哥本哈根开会 是 从7月19号到23 我到处看都是轰利发电 是 然后我到柏林 是 然后再到爱沙尼亚 是 再去圣彼得堡 是 再转到这个赫兴基跟斯德哥尔摩 是 每一个港口 我进港的时候跟离港的时候我都看 每一次给我看那些轰利发电机 很深的感慨是 整个欧洲大概都是以这个趋势 是 然后前年我到西班牙去开会 也是西班牙 很多的沿岸地方都是轰利发电 那更有趣的 希腊 希腊很多的屋顶就太阳能板 还有太阳能的热水池 就是除热水的 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对对 那次去希腊 我太太跟我讲 白色跟蓝色是希腊的典型 没错 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他们的热水器 太阳能的 是 希腊都这样 是 那我说这些台湾来讲 台湾的工业绝对可以提供 技术绝对提供的 对啊 没错 所以技术也可以输出 所以我说能源是一个产业 是 能源的设备跟能源的装置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 是 但可惜的是 这些产业在台湾 就像刚刚老师谈到风机产 日益凋零 太可惜了 没有人去support 对 我在工业局 在能源局 在到处都是鼓吹说 台湾我们也许用不了那么多 是 但是台湾可以把这些产品输出去 是 日本我去日本的神社 日本的东京 东京的最有名的就是他们银座那边 是 他们的很多住宅上面居然是风力发电 我去拜访日本最大的一家 做中小型风力发电 是 谈到半天他说 这样子 我们一做风力发电在日本300瓦 大概要100万台币 我吓一跳 我说这个东西来台湾做 大概不要30万 所以还在谈 我10月份我会去日本 是 就跟他们说 来我们台湾做 是 因为台湾这些都有 日本做太贵了 是 而且可以保证 从叶片控制器 包括这个太阳能板 包括蓄电池 是 整套台湾都可以帮他做 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产业 是 我说乌鲁木齐都用了 海南岛我去三亚 也看了很多的都是我们的中小风机 但是台湾的工业局 台湾的经济部 台湾的能源局 认为这个是小Case 没有什么好赚头 他们认为这个大型风机 但大型风机我们还要从国外进口来 一桌七八千万 对 中小的这个我问来很多老板 偷偷地讲 做一桌赚一桌 你看生意有多少 真的 而且那个大型风机 其实抗疫者重 可以有那种大型很可怕 有炫光 然后影响到这个鸟类的声态 噪音 低频的噪音 对啊 这个 那听起来 还真的是这个 经济部的考量 不怎么经济 工业局的考量 不怎么为我们产业的发展 甚至连其实大家都公认的 有时候环保署呢 怎么这么像 这个耗能产业的代言人呢 这个台湾的这样子的 专业的官僚体系 都被政治绑架了吗 太可怕了 真的是 不知道作为 大家同样都是喊着爱台湾的 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 能够转变过来 所以我才讲说 谈到能源的问题 谈到这些的议题 我们应该撇开 应该没有什么颜色的 尔水应该是以爱堂为主 是 我们做决议 大家靠腰边走 让其他人 这个跟什么 意识形态没有问题 没有啊 我们节运就是这样啊 多好的秩序啊 大家不要吃东西 大家不要 这也没有什么 不管谁来执政都应该这样 所以能源的问题 所以我刚刚回到就说 我们好好思考 台湾未来能源的政策 能源的技术 能源的产业 能源特别是像这些能源设备的产业 台湾是 我敢讲世界上是我们居领先的 那我们应该 能源 台湾住址能源一定要 台湾要花电 台湾要足够的这个机载 足够的这个 当然一定要考虑 但是不要只有足足 一定要用哪一种方式 所以我一下强调 没有绝对要用这个 而是相对在考虑 它的成本 考虑安全 考虑它的现况的情况下 哪一种对台湾最有利的 还有我们应该 除了刚刚讲open mind以外 要open eye 甚至你的ear 多听多看 然后大家都讨论 所以我很喜欢到世界各国去 我一定看了我就拍下来 但是有时候 第一个 全国能源会也不一定会找我去 因为过去 你才是专家 不知道你找谁 但是过去就是因为可能我换泡换太多了 还有很多人 讲真话讲太多了 结果反而 所以我是觉得 反而我是觉得 因为已经到了一个年纪 我无所求 我也无所保留 已经在国家讲座这边 我反而更应该尽我的力量 讲真实话 重点是用爱心来讲真实话 爱台湾不是一句口号 爱台湾是一个行动 真的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 大家应该坐下来 心平气和的 我们为台湾将来 能源该怎么做 是 还有不要只有想到 产生能源 是 怎么样储存能源 怎么样有效的 有效的 把能源来使用 我们目前所有的这些东西 怎么样真正的 还好台湾还有一些产业 让它能够永续发展下去 不要一直以为先进国家都是最尽进 其实他们的很多东西是我们的 那个我们以为欧洲 欧盟对先进 他们也买我们的风机 对啊 就是我去的时候才看到 Oh 没有人在台湾 他们认为是非常好的 是是是 对啊 我到哥本哈根去 在超市 我说 I come from Taiwan Oh good 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 好骄傲哦 对啊 我其实蛮好奇一件事 因为现在各县市 因为其实县市首长的 目前的这个职权范围内 他们事实上是 颇有这个职权可以来发展 就是风与光这种绿能的 所以您觉得 这个会是台湾的这些绿能的这些 比如风机产业啊 或者是这些绿能的这些厂商的 一个新的商机吗 还是您认为县市首长 也在迷信跟中央一样 大而集中的这一种 给您的观察呢 有一些 比如像南部有一些 他们有时候找我去 是 我就跟他讲 你是为了你的政治前途 还是为了这个城市 未来的发展 是 如果你是为了 你就在职这一段时间的话 是 那你是另外一回事 是 但是为了当你离开以后 十年二十年 人家会想 这是某某哪一任的县长市长 他在这边做的 你就放开那些包袱 是 五年十年老百姓会了解 某某县长某某市长 他帮我们打下这个基础 是 力能的产业 或是能源的产业 或是能源供应 能够永续不绝的这一个 是 这才是你应该要考虑 是 不要四年以后 你走了 人家把你骂得一塌糊 而是让人家怀念你 某某人在这边 他为我们地方 能源的供应 有一个很永续的一个计划 还有我们为了当地的能源产业 建立了一个基础的产业 这才是应该做的 是 所以我经常有一些县市长 有一些找我去 我会跟他讲 是 你是要发展什么 你要做什么 然后你不是得了这几年 在任的时候讨好这些老百姓 而是让老百姓在你走了以后 对你的怀念那才是重要 在刚过的8月11号的时候 立委田丘警 他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因为发觉苏迪勒台风吹倒的 都不是民间的风机 而是台电的风机 那这是什么一回事呢 反而是台电的风机不可靠 那下一次的这个8月 又来了一个台风的话 会不会很不幸的 又带来了这方面 不论是财产上亿的损失 这个可是纳税人的钱 或者甚至是人命的伤亡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田丘警委员在那一个 这个记者会上面 他最后得到台电 以及社会各界的共识是什么 同时我们也一并的请教他 长时间在立院的观察 政府发展绿能 陷入了什么样的迷思呢 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 现在在电话线上的是田丘警田委员 田委员你好 大家好 田委员第一个问题请教您 您在这个8月11号的时候 举办了一个记者会 那其实这个记者会跟现在 在这个8月份 大家民众的感受最像 有极大的相关性 那就是说因应极端天气下来的 我们的这个新风机的政策 新的这个风力发电的政策 有没有一个调整的方向 您的看法在那个记者会之后的共识 是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说 在台风的时候 为什么苏迪勒台风的时候 为什么民间的风机都没有倒 倒的都是台电的风机 是 我们进一步去深入的去查问的时候 台电就老实跟我们承认 倒的都是早期盖的第一批的 是 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经验 连招标规格的书都没有写好 买了风机有些是就是研究中 那看起来书面审查的时候觉得很棒 就在装的时候就已经都觉得不对劲了 是 后来他们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都没有问题 然后最近还要再采购第五期这样子 是 所以风机我想应该是在台湾的发展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那个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说好 那就是要求他这些已经安装的运转中的风机 要赶快做那个检查 是是 确保他的安全 是是 那那个新的这个看起来正在发展中的这个第五期的风机 一样目前是仍然是用大型风机吗 还是会有可能发展到中小型风机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本土的产业里面中小都是生产中小型风机 大型的风机都必须仰赖进口 是是 他会有 我们就是因为在绿能的产业上起步太慢 以前我那个时候 那个不断的说 时间前我就不断的说 那绿能是抢得先机就可以抢得上机 是是 那个时候就连再生的发展条例都推得非常辛苦 那我们的太阳能板是让大量收口到国外 大家都说我们这个品质很好 是 因为你没有那个法律做基础 是 优惠电价的这个机制 公务人员他们知道该做 但不敢做 嗯哼嗯哼嗯哼 但做就变成独立他人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是觉得非常可惜 那我们当时也有一部分的官员在考虑说 在台湾上我们的工业的能力 事实上是可以做风机的 是 但是因为我们起步太慢 等于这个就被很多国家 或者很多其他的公司 他们抢了这个先机了 所以你现在在起步时候 第一你要打品牌 或者是你要去插进这个生产链 都有它的这个难度 不过我知道我们台湾还是有一些人 希望设法说看看能不能进入那个风机的生产链 嗯哼 那小型风机没有错 我们台湾有蛮多很优秀的小型风机 是而且都烧到全世界全世界也觉得品质是一个标准的 所以讲到这句话我就真的非常怨叹一件事 就是当年我在推那个再生人发展条例的时候 里面有一条 就是说只要是公家的这个建筑物 是 公公公立的建筑物 我们希望说他们要有一部分 一定的比例要使用再生人员 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有一个叫做公共艺术讲座条例 是 他说只要是公共建筑 你的建筑的费用1%要投注在这个公共艺术上面 是 也是因为这个条例我们就看到很多 有一些学校啦 有一些这个他们就好像就会有一些不错的公共艺术 是 那在这个整个战争人员发展条例在审查的时候 在立法的时候 我不断不断的希望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可以支持 我说公共艺术这个讲座条例 是带给我们空间上的美感嘛 是 那那个是我们政府不断的说凭经济 我说再生人员讲座条例里面 公共建筑要有一定比例 那当时公共艺术是1% 是 我说你的规定后来是0.1% 我都可以接受 因为我要的是那个制度 明白的 对我要的是那个制度 就是你的公共建筑要有一定比例是再生人员 是 那那个时候如果有过的话 我们的公共建筑学校啦机关 是让装小型风机就会慢慢普遍下来 是啊 但是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委员有一个错误的概念 他以为说如果我这条过了是只有 大概是只会装太阳能 我那时候跟他讲这个燃料电池 是 然后当然小型风机那个时候我好像没有提到 因为小型风机他们并不看不上眼 是啊 这样子 现在是一个时间点可以重新来讨论 是 就是说你小型风机 因为它还有带动台湾本土产业的这个红利 是 那而且事实上它也比较不受那个地理的那个条件上的限制 是 所以我是觉得说应该是好好的来推广 只是说因为我们的电力发展的规划 台电有非常大的发言权 是 台电一向习惯于那个惯性思考 就是那个连着在这种大型的电厂上 它对于那种极业成球的那种小型电力 然后把它慢慢慢慢把它叫做会好 他们就一直都没兴趣 因为没兴趣变成没经验也变成没概念 OK 事实上再生能源在台湾常常会被拿出来反驳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叫做什么呢 那就是说 那如果再生能源风光嘛 那如果风不合日不立 也就是无风无光的这种不可抗拒的天气的因素之下 那台湾人不就要饱受缺电或者限电之苦了吗 可是有专家指出说 那个关键很容易解决的就是 发展一个电力储存系统就好了啊 但是台湾目前根据专家的说法是没有的 您观察这个台电或者政府有打算发展这个储电系统吗 趁着就是有就是太阳就是天气好的时候 绿电发这个所发出来的这个能源 把它储存下来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可以用了 那您观察有在发展这一个储电系统吗 至少到目前没有看到一个真正像样的 也许有委托一些小型的案子 然后让一些学术单位意思意思的研究一下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计划 说我们要来发展这样的一个产业或一个推动 这样一个储能的系统 我想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 包括台电包括我们的政府领导人 长期都是一心一意希望推动核能发电 那所以事实上他们也尽量的让人民认为说 除了核电以外呢 这个其他的电都是污染或不可靠的 而化石燃料的电是有污染的 那绿能是不可靠又不稳定的 我只要问一件事情 就是像德国呢 德国他们在3111的福岛核灾之后 他们立刻停了酒座核电厂 然后也宣布2020年要全面进入非核家园 那事实上他们在2011年的前一年 2010年就通过一个2050能源规划案 那就是2050的时候 80%的电 不是装置容量 是真正装了还有发出来的 叫做80%的电要来自再生能源 那个时候我把这资料带回来给台电看 我说你看 德国人他们既然你的再生能源发电 占全国发电用电的 那个发电的80% 就表示什么 他已经是积载电力 那那个我们政府一直认为 绿能不稳定 所以不能当机 那事实上这个就有问题 那何况台湾还有地热 地热我们也一直在发展 当然有人讲说 地热什么以前在清水 我们那个是失败的 我们那个失败是因为 你那个水跟热全部都不断的涌出来 但也没有回住 在全世界地热流行的是 你的那个水是循环的 我只用到你的热 没有用到你的水 所以连这个温泉法水利法 我们都可以收到最小的限制 因为我没有让你的水流掉 那这个东西已经在我们宜兰那边 已经开始有一个教授 当然这东西都要有资金的投入 所以我们一直讲说 你如果政府 我们的政府的领导人 头脑没有换 那一直不信任绿能 然后就不愿意投资 那像地热的话 你是一个不受天后影响 又稳定 又没有这个什么核废料 也没有污染的一个 那像德国呢 他们连那个 他们连建筑 就是我不是一个很大型的地热电厂 我建筑下面往下挖 是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 我挖浅诚一点 我就利用我的空气 把它打到地底 让它降温 还可以不用开冷气 是 我去到 前几年我去到德国 他们给我做的简报 我吓一大跳 然后他们地热的技术 也相当的不错 是 那我是觉得说 还有我也已经看到 有些国家海洋能 已经都开始已经发包 已经准备商业运转 那个站都一个一个盖起来了 那前不久我们也从 也有这个英国 这边跟我们做了一些这个简报 说他们已经 都已经开始运转 那种海洋能的运用 事实上各国都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今天刚刚你讲的那一个 说爱说我没有风没有光 那我们全部都要停电 我觉得这是一个 怎么讲 如果讲的比较那个 就是一个恶意的问题 那比较 如果有人问这个问题 就是故意提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能源不可能 只有太阳能 除了太阳能就只有风力 因为我们为了还会有生殖能 那也会有地热 有海洋能 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是全世界的化石燃料 就是我们的石油天然气 有一天会用完 是 花瓜核能发电的油矿 有一天也会用完 是 全人类最后也就只能够靠 再生能源 这些太阳能风力地热 这个海洋能力永续能源 是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美国 它有石油 有天然气 连页岩油都有 然后也有煤炭 它是能源的极端富有的国家 是 而希拉蕊还要公开的 在发表她的能源政策的时候 说她要把美国建设成一个能源 而再生能源的强权 为什么 是 因为只有再生能源才是人类真正 可以永续依赖的 这个永续能源 是 这个东西牵涉国家安定 牵涉人民的生活的 这个安定 是 所以我是觉得说 当然没有错 如果你只发展太阳跟风 然后其他的能源你都不管 就有可能没风 没太阳的时候 有刚刚那样的状况 是 我是觉得这个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是 那么看来在能源转型的这个部分 事实上如果要仰赖 就是所谓产业界啊 或者学界的这个一己之力呢 恐怕还真的是努力错了方向 在这个能源转型的议题上 看来我们真的不能够放过政府 今天谢谢田委员 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这个电话的call out 谢谢田秋景田委员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在听完立法委员田秋景的这一段谈话之后 下一段的节目呢 我们要来谈一谈一个有趣的话题 因为这个马正基教授他除了是台湾清华大学的讲座教授之外呢 他同时也被聘请到北京的清华大学去授课数年 两岸学生大不同啊 他真的是这样感叹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的特聘讲座教授 同时也是教育部颁发的国家讲座主持人的马正基马教授 马老师他其实也同时在这个对岸 也就是大陆的清华大学有任教过数年的经验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了许多其实都是专业领域的议题 那同时也是一个百年大计啦 因为国家因为能源这件事情它牵涉租源 包含了环境包含了产业 还有包含了整体国际趋势 我们有没有搭上这个潮流 所以我想请教的 其实清华大学是很多关键的未来的领袖的培养的场所 您观察两岸的清大的同学 您觉得台湾的竞争力在哪里 好 问到一个非常好 我先讲大陆能源政策跟能源的相关的议题 主导的是什么 是北京清华 是 北京清华有一个新能源与材料研究院 新能源谈的是绿能吗 对 各种能源包括除能 这个重要除能 我太惊讶了台湾到现在还没有除能的结构 我跟我合作三年的就是北京清华一个教授 跟我我们就在做除能的电池 是是是 因为台湾的能源关键也常常在清大 还有核工锁的许多教授 是 我就跟北京清华 才晓得大陆的能源政策的 这一些的在定的这些 是北京清华大学一批教授 包括智慧型电话 包括他们核能 北京清华也是大陆核能的一个重点 是 所以他们有一个核能研究院 是 有一个新能源研究院 刚好我都很熟 是 然后呢 它除能的整个设备是在他们一个基地 是 他们已经帮大陆的产业建立了除能的这个设备 这很关键啊 对 关键结束 我去了以后才晓得他们才带我去 所以我的研究生也在那边住过 也在那边做过研究 是 那我们一直跟台湾讲要赶快来做 是 那这当中的一个关键材料 他们有一部分的材料在大陆 一部分材料在我们实验室 所以我们才一起合作 明白 好 回到这个 我刚刚讲的北京清华是在主导大陆能源 是 包括核能 是 包括除能 是 包括太阳能 还有包括智慧型电话 是 整批他们有一个叫做等于他们政府的think tank 是 等于他们的智库在哪里 明白的 智库 那他们的智库我一看他们整个名单 以北京清华为主 可是另外又有一批他们把全国重要的就集中在北京清华 是 所以他们又包括了西北的那些学校 东北的学校 华南的学校 全部都集中在北京清华 政府就叫给他们 你这个任务不是与你清华 而是把全国相关的教授带来这里 是 定了你们觉得合理的政策 马上交给中央 是 因为习近平也是签华化工毕业的 是 所以他们马上就可以跟中央讲 然后他们一批学者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年轻的 像我这一次到哥本哈根去开会 台湾我们十个人去 大陆大概两百个人去 是 而且是很年轻的 跟我年纪大陆的他们大概都是厌世什么都已经 但是我们一起讨论 是 好 回到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 两边清华 这个是跟百年 百年孝庆就是在 这个 1001年 就是 这个20 2012年的 就是这个百年孝庆 我去了 新华社 对 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他们问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您的问题 两岸的清华的学校 有什么特色 是 台湾的清华学生 绝对在创造力跟想象力非常够 非常活泼 是 但是大陆的清华的学生他们特点是什么 跟我们三四十年前一样 来自很贫困的 因为他一年将近一千万的考生 能够进清华大概就是几千年而已 可以说万中选一了 我在那边教的时候 当我的助教 有一个是山西省那一年的状元 有一个是山西省的状元 是 两个博士生 是 他们的学生非常用功 他们的学生非常的 就说在聪明上绝对不输给台湾 但是他们在用功上比我们台湾 这个多来多倍 我举一个例子 我带我的研究生到北京清华 去做实验 是 我们的学生说 不好意思 实验做到十二点该休息 他们的学生还没有休息 因为我现在在 天哪 我在台湾的清华 我三十一年 我说十二点下班 比较抱歉 老师您自己都待到十二点了 为什么 因为我陪学生 然后大家一起 我的学生也是 十二点就准备休息 他看他们的学生都还在 哇 好了 他们想隔天七点 已经很早了 对啊 他们醒来 学生都已经在那边做实验 我的学生跟我讲 老师 我真的不晓得他们几点睡觉 几点起来 是 所以我的学生回来 跟他们的鞋弟妹讲 我们将来 一定要更用功 是 要不然 两边 真的是 要差很多 是 我再举一个 最后举一个例子 是 我在台湾很多学校上课等等 包括清华台大教导 每一年都会到几个校园 大部分的台湾学校的学生 位置是抢后面的 没有错吧 对耶 真的 连我回想自己大学的时候 也是这样 我2002年在北京上课的时候 给我很下课 因为我到现在的习惯 我上课前半小时 我一定要到课堂去 准备我的电脑 准备什么 在那边等学生来 像我在清华九点的课 我一定八点半 到教室 准备好 等学生 在北京清华 我想我比较 所以我八点去 在北京清华化工系 给我吓一跳试 八点多学生在门口等 我说你们做什么 要抢前面的位置 是 然后我有一个习题 是 我同时开给四个学校 台大清华 大同跟宜兰科大 是 四个学校 一个作业 我说你们两个礼拜交来 有的偷到三个礼拜 偷到一个月 北京清华 我给他们的习题 隔天就有人交来 是 是 所以你说 两边的不同在哪里 是 就在这里 是 未来的竞争力 未来我们跟他们 那边的互动 是 所以我说 不要总是认为 两岸怎么样 而是让年轻人去看 将来你们做什么决定 你们自己 是 不要意识形态 是 不要环中必环 不要认为某某某 绝对是正确 所以我讲 没有绝对 是相对的 年轻人绝对 你们去决定未来 你们要怎么走 是 是 所以也不要说一定要怎么样 是 最后一句话还是这样 Never say never 台湾再不刨开意识形态 恐怕我们输国际就输大了 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 也非常感谢今天来到我们会客室当中的是清华大学的讲座教授 也是国家的这个叫国家讲座主持人马正基马教授 马老师谢谢你 谢谢你 陈小姐 谢谢各位听众 大家平安 未来有机会在这个专业议题上 还可以再请教您 不敢当 好 谢谢大家平安 谢谢各位的收听 拜拜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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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订阅于转 Don L